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是一個公務員 不過呢 從他開始做創作藝術之後 你在澎湖 幾乎到處都可以看到他的作品 我今天來拜他為師 看可不可以學到一些 藝術家的精髓 不知道他願意願意收這個圖定 我們先去找他 四、三、四 這裡都是陳福氣老師的工作室了 不過你看到 他用很多廢棄的漁船 蓋成了這麼多間的船屋 我真的迫不及待 要趕快去拜訪一下陳福氣老師 這個位置 你好 請問陳福氣老師在嗎 我就是 陳老師 你好… 我是裴貞 你好… 老師 我今天來這邊 特別有一事相求 什麼事 我想要拜你為師 輸我為徒好不好 開玩笑 我這邊沒有收土地 互相揣摩可以 你沒有在收土地 可是我之前認識阿元 他說你是他的師父 他也是一樣 他也是來這邊 他也做他們一道從事 從事創作 所以日久 我年紀比較長 他就叫我生我師父這樣 所以你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一道從事 我跟我們參與這個工作 參與你的工作 我有這個榮幸嗎 陳老師很有名耶 我從來澎湖以後 到處都可以看到你的螞蟻熊兵 那是不是你最有名的作品之一了 對 那個是89年的時候 那個是我石雕要轉到多梅材質的階段 陳老師剛剛有提到你是用多梅材是不是 那是什麼 多梅材質是創作的作品 創作的原料 它的原素多種 譬如說我們這個石頭 是 可以參加一些金屬的 木頭的陶瓷之類的 就不是純粹的石頭的雕刻 就跟我們炒菜一樣說 加一些 加一些那個佐料 多一點的佐料 味道比較香 好好玩的比喻 可是這些多梅材 你要去哪裡去收集 是可以買得到 還是哪裡可以找得到 這個也是我日常生活之中都會注意 就是說都不是買的 都是回收的 或者是撿來的 因為那個之前金屬 五金還沒漲價這麼高的時候 到處都是破銅材 廢棄的 破銅材田 那時候我幾乎收集了滿多的 還有那個像漂流木 像陶瓷之類的 隨便都有 我會只要用心 要注意 就喜歡這個材料 用心就能夠得到它 陳老師還有什麼 其他特別 你自己最喜歡的作品 因為我會看 是好像說硬食室 像是需要的什麼 像現在冬天風很大 是 我們用風車 風車 風車因為冬天人少 比較好像這個地方 很像很孤獨 都會弄一些風車 它會轉動 來帶動氣氛 風反而變成帶動氣氛了 很應景 當初為什麼會想到 要來從事藝術創作呢 我也是沒有想說 想說會走到這條路上 因為那時候請調到旺安去 到旺安去的時候 那個時候真好跟一些雅石朋友玩雅石 玩雅石是什麼 雅石自然的石頭 它石頭是自然不經過人工捉磨的 是 自然跟雅石 那時旺安就是紋石嘛 紋石 對,紋石需要 但紋石需要捉磨 需要拋光 那時候我常講說 這個拋,天天拋這個樣子 不太好看 改變一下 改變一下形式 我就說從那時候開始 對雕刻產生興趣 陳老師 今天我一定要拜你這個師傅 那剛好 剛好,這個就缺少住手嘛 有什麼地方我可以幫得上忙的 那我現在開始來 我們做這個玻璃圍牆 幫你蓋房子嗎 對 因為這種是 師傅儘管吩咐 這種房子最簡單的 這是酒瓶啊 對 是師傅 你喝了多久喝出來的啊 這個是如果喝什麼 不過三十年喝這些不算多了 這個是有也是回收的 也是回收的酒 對,我們現在就開始動工 好,我們開始動工 那我現在開始做 因為這種酒瓶這種玻璃瓶類的 它表面很光滑 是啊 它附著力很强 很低對不對 所以要用這個 好感動工 知道了 對 來 好 沒瓶子耶 師傅 沒有啦 那好 休息一下好了 告一個段落了 這邊告一個段落 那我們還可以做什麼 我還可以做啊 好… 是忙了一天嘛 我們休息一下 我們到樓上吃個送餐好了 吃飯喔 對 來這裡不用付學費 還有飯可以吃耶 然後吃飯了… 這種是屬於一種裝飾用的 裝飾藝術 對 裝飾用的 對啊 這該不會都是你科的吧 不是… 這個是等於是一種收藏 我也可以說是對澎湖一種使命感 澎湖這裡廟很多耶 這間廟特別在哪裡啊 我們現在看的話 感覺不出來 但是… 今天工作了大半天 現在我的師傅說要請我吃午餐 這個在工作室樓上的這一間 算是餐廳吧 你走進來就發現 到處都是大大小小的雕刻 像是這些神明的木雕 還有一些我們在廟裡面 會看到的燈籠 那些梁柱的雕刻 好像全部集中到 這個小小的空間裡面 目不轉睛的樣子 來,吃飯吃飯 吃飯 謝謝師傅 這是米粉哦 這是金瓜米粉 這是南瓜 澎湖最有名的金瓜米粉 所以真的是特色小吃耶 對 好,那還有這個是... 也是特產 絲瓜 絲瓜,我們的絲瓜 然後這個我好像也有喝過 珠蘿 珠蘿 對 好 那我們先來嘗一下你的好不好 好用心哦 你除了有這個金瓜 還有... 還有這個是什麼 那個是... 魷魚 對,TACO 這個是烏鎖 烏鎖 跟這個蝦子 對 這個南瓜 這個南瓜是日記時代 已經引到澎湖來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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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